我大概先把上次重点再回复 反正我们温故知心 还有确定就是几件事 你们一定要真的完完全全是学会这些东西 你才有办法往下走 不然的话有些东西 假如说你像爬虫 你要能够学得非常的透彻 完全都能够理 就是说把想抓的东西抓下来的话 你还是需要很多的实作经验 包括什么呢 像我们礼拜二的上课 第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有取得台彩的威力彩的开讲号码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需求是看到哪个区块 我要这个区块的话 那你第一个像我的分析 我是觉得尽量步骤step也不要太多 反正我用按右键检查 检查之后呢 一般习惯会去找它的板块 那板块的话不外乎就是用什么 用DIV 有没有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网页用DIV 绝大部分大概百分之九十吧 可是少数还是有例外的 他不是用DIV 我之前有跟旧的网站会用那个table 用表格去做分割 或者是一些网站会用frame 像有同学去抓好像是富邦嘛 他的网站就frame 他不是用DIV 他是用frame 那如果用frame的话 那你是否规则要再重新再改变一下了 所以你如果对DIV DIV比较单纯 因为他还在同一个网页里面 但是frame的话呢 他是让你看到是一个主网页 但是他背后其实是有分别有很多的直网页 直网页又在另外一个档案里面 也就不在同一个档案里面 OK 也就是你主网页是一个.htm 另外其他的话也许在另外的.htm 所以你要把另外的档案找出来 你才有办法去找到你要的东西爬得到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刻意去反爬虫 还是说他设计的时候就这样设计 当然如果你要能够针对那个东西去爬到的话 那势必你要对那个html相关的知识 也有对应的相关的知识的话 你才有办法很快的把它抓下来 所以我建议 如果有时间 第一个当然也许判就是把那个 像是那个网页编辑的这方面 有没有线上一些课程 或者什么线上一些东西 也许再把它稍微延伸性的学习一下吧 或者说如果你不会写网页的话 顺便你是不是可以把网页怎么样 就是编辑的整个过程也是要不要了解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自己那种 架设一个自己的网站之类的 如果你没有架设网站经验的话 也许可以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 因为你要去爬别人之前 你不了解别人的运作方式 那你怎么去把他的东西爬到 但如果你对他的网站整个建设的流程都非常清楚的话 那当然你要去爬就相当简单了 所以一般的网页的话 其他的分工大概是这样的 一般就是工程师 专门写程式的 那工程师又有分成前端工程师和后端工程师 前端工程师的话就是写像类似像JavaScript这种东西 或者有一些它延伸的套件像Bootstreet之类的 那后端工程师就写什么 写像PHP、JSP、ASP这种东西 然后后端工程师可能还要负责资料库 因为大部分资料扒取的话都会到资料库里面扒 以台采这个维力它是点ASPX 它是ASP端工程师的技术 所以它就用微软的 那后面的资料库 大部分就会用像微软的 可能就是用它的SQL Server的资料库 那也就是透过ASP端工程师去抓资料库的东西 把它秀在它的网页上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维力采的这些资料 其实是从资料库里面 透过ASP端工程师的这个程式 那个程式去抓 动态的抓 抓微力采的那一期资料 把它拿到网页秀出来的整个过程 OK 所以其实那个网页不是静态的 也就是说如果它又有新一期资料的话 那它一定会抓最新一期的 那这个新一期的资料 基本上都是在资料库里面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呢 怎么做网页分析 然后爬取微力采这个区块 另外的话呢 还分辨就是说哪些是绿色的球 红色的球 至少通通把它爬下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输出有一定的格式限制 那我就按照我的格式限制去做输出 那除了爬微力采之外 当然各位也可以练习什么 练习其他的板块 像大乐透的部分 大乐透里面是黄球 甚至的话 我讲过你甚至可以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板块的每一个 台彩以后的话 甚至你根本也不用连到它的网站 直接执行程式 那就马上可以看到东西了 也就是说啦 你可以不用经由它的网站 就可以看到东西 甚至未来你也可以跟什么 跟手机APP结合 我刚刚讲了 其实如果说以后你可以用Python 其实Python现在也可以写APP 那你最后丢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丢到 丢到HTML5里面 就让它秀在手机上面 它动态去抓资料过来 这样的话不就等于是 你甚至可以跳脱台彩官网 你可以自己另外弄一个什么 你自己客制化的一个手机的APP版本 对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APP 其实它都是爬人家的东西 然后秀出来给你看 这样也可以当成一个手机的APP 蛮多其实都可以这样做的 好 那不过只是说 因为爬虫 毕竟你是爬人家 你会像寄生虫的感觉 有没有 所以人家的网站如果更新 你的APP也要同步更新 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同步了 为什么?因为人家规则改变了 那你就爬不到了 OK 所以最好就是什么? 干脆那个网站也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去爬你自己的 总不会有问题吧 所以要不就是怎么样? 阶段性的 有点像那个什么 暂存的server 有没有 就是你虽然是爬别人 那你可以先把它爬到你的server 你的网页上 然后你自己再去抓你自己的东西 也是个方案 反正这种很多东西怎么去做 也可以像动动脑机 那里面其实 其实背后 当然隐藏很多的商机 因为很多人都需要这些相关的资讯服务 对他来说是方便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他希望变出来的话 他可能就需要一个费用的问题 那你当然如果提供这样的一个service的话 其实是 背后是可以 有一个延伸性的服务 OK 那你只要有一个包装成一个商业模式 然后有一个价格 其实也或许是一个方案 像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那个学生 他其实就在思考说 他是不是需要 再来也许自己去创业算 不然也不是一件 永久的 因为毕竟是在各大公司打滚 但问题是 总是还是会有起起落落的时候 他现在在思考说 有没有什么方案 可以让他走得长远 对 其实各位也可以思考 其实我的想法倒是觉得说 除了说你找固定的一个公司之外 其实慢慢也可以思考 是不是也可以斜杠一下 现在蛮流行斜杠 有没有 应该知道斜杠吧 有一本书叫斜杠青年 斜杠知道吗 应该知道 其实有点像是他除了主业之外 还有其他他的富业 应该算富业吧 可是未来也许富业做得比本业还好的话 也许他就可以 可以再做一个取舍了 但如果你没有任何富业的话 被你的鸡蛋都是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那久而久之的话 可能会 如果你的主业没有了 那你连其他收入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OK 那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就是说 大勒托历史资料下载 那我有提供一个云端的白板给各位 那其实 大勒托历史资料下载 你们待会可以看一下 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0606 底下 0606在这边 大勒托历史资料下载 其实有两个方式可以完成 第一个方式的话 就是你可以用VBA来做 那当然第一个 你们先观察一下 要试做看看 这边因为有 除了大勒托之外 其实我觉得这个勒托历还蛮不错的 它里面提供了像威力彩 还有什么大福彩 三星彩 四星彩 一堆彩的 OK 其实这个都可以提供给各位做练习 那如果 不过它有新版跟旧版 我是建议你拿那个新版 因为旧版的 旧版的它的那个版 它那个版面变成像这样子 相对的也是可以抓得到 只是说我觉得好像比较没那么好抓 而且你们可以试试看 新版跟旧版 有没有 这边其实也会 它是用把资料放在一个span里面 外面其实也是一个table 那table外面还是一个table 有没有 也就是说你要抓的话 我觉得相对的比较麻烦一些 那它能不能抓 可以抓 只是说我这边有新版跟旧版 所以待会你们可以点击0606 上面这边有个连结 这个是旧版的 然后它的规则 我上次有讲过 总共60页 那如果说是60页 我希望可以透过程式一次 帮我全部抓下来的话 当然我上次有demo 什么demo用那个 用vpa来抓 那现在的话 我们如果用什么 用python来抓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用 有没有 一下子全部抓下来的 一直在跑 而且效率 我是觉得会比用vpa好像来的快 蛮多的 OK 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 所以待会可以想想看 大乐透 如何透过python去帮我把它抓下来 想想看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要用什么 用python抓的话 那我用什么方式 去把它抓去 因为它有60个page 所以我是建议 第一个你可以先思考什么 你先野心不要这么大 先抓一页下来就好了 因为一页抓下来之后呢 后面你再跑个回圈就可以了 因为都做一样的事情 那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只是说 把那个indage page 等于1这个参数 把它改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indage page后面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1到60 有没有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range的话就1到61 那就跑什么 跑 刚刚做的这些动作 那最后如果说我今天需求什么 我希望把它 存成csv 比如说我希望呢 告诉我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 就是大乐透历年来 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几率是最高的 哪一个号码 所以大乐透礼拜五 今天又要开奖了 所以如果假设 你需要分析 因为现在每天都很多人在做这个发财梦 每天就想说能不能把这个名牌算出来 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以后就可以不用担心说工作的问题了 不过当然啦 我这边不是要教各位算名牌 所以请特别要注意一下 不是这个号 我说如果我们是做统计分析的话 我想知道几个 第一个 哪一个号码出现机率最高 那如果因为要签七个号码 有没有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我需要有七个号码 那我想知道 那七个号码重点 就是说历年来 历年来的重点就是哪七个号码 排在前七名的 有没有办法知道 其实我云端上已经有答案了 而且非常的简单 第一步的话你需要什么 先把所有资料先爬下来 第一步嘛 没办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一些工具可以分析 那Python里面是可以用Pandas 可以啦 可是用Pandas 我蛮没交到 所以如果你 不会用Pandas 没关系 你可以用什么 用Excel 所以也许怎么样 我希望这样好了 比如说我的需求是 我先把资料先抓下来 然后放哪里呢 先放csv档 然后再交给Excel 去帮我做统计分析 因为如果在Excel要做统计分析 非常简单 为什么 因为它基本上有很多函数可以用 如果算几率的话 你可以用Count 然后再加除以Count 它里面的总数 几率就算出来了 算出来之后的话 你再用Rank做排名 排名完之后 你再去把前七名的资料抓出来 你的答案就OK了 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你会发现 到底前七名答案是多少 其实我已经把那个图放在这下面了 这个图的话是最近做的 所以 这边有七个号码 这七个号码不是名牌 是历年来大乐透开奖 几率最高的七个 分别就是8号、41号、31号、36号、11号、2号 OK 相对它几率是最高 不代表说今天一定会开这些 只是说 我们要怎么知道哪些几率最高 甚至的话你可以 再去进一步分析8号 8号在什么时间 什么礼拜几 或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几率最高 那有没有 或者你先拉前面几率最高的 你再去分析一下 在什么时间点里面 它的出现几率最高 你就把那些号码全部分析完一遍 那你大概就有一个底了 随便这样的方式 比较科学的方式 做统计 OK 这里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步 先0606 然后呢 这边上面有个连结 请各位先点击它 那我的需求很简单 第一步 先抓第一页就好了 你不要野心那么大 里面有60页 你先抓一页下来看看 我希望你能够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